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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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TripleM 今天會講一下金庫維修站 如何用RICO 下一集才會講 如何用RICO踢球 先講一下金庫裡面的一些 基本知識 第一,RICO的主要任務是防守和支援 第二,在這個地圖裡面 二星比一星好用 第三,你不能放走這些角色 包括Cold, Spike, Litter 在維修站裡面 有四個地方ABCD你要去 彈射的 A的角度 B的角度 B的角度 C的角度 如果B的向下走 如果B的向右走 如果B的向右走 B的向右走 開球 B要靠自己走到對面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要幫一下他 我們去到A 之後數一下 看來沒有人 去B B 我基本可以控制Mesh 但Boo還沒找到機會推上去 Boo還沒找到機會推上去 Litter走過來3打2 奶耶 我的隊友會維持這個局面 直到我回來 這次我會走左邊 2打1的話 BB應該比較容易過 BB過了 敵方的回防線之後一條 搞定他們了 下一步就是維持現在的局面 讓Boo弓過來 Boo 安裝在右邊做了OK 防止Mesh走出來 我會留在B那邊控制 我們要給Aims過 因為Boo造成的傷害會比他多 滿血的話我們有好處 差不多了 GG 來到第二場 我們嘗試幫Boo那邊 Boo 是一個非常錯的決定 放一下C那張練習圖 幫一下BB 我會放走Litter 因為沒有紅的他 完全沒有威脅 Boo ANSON這個撞場不錯 安裝這個撞場不錯 我們有三個人打個甲蠻 他們只有一隻武紅的Litter 我們Trade的話絕對會贏 差不多了 GG 第三場 一樣是去Boo那條路 去A那裏數一下槽 然后去B和C 直接去打一个甲猛,逼他们回防 我造成30%的伤害,不错了 继续现在这样,等他们复活 回防,我不可以让红牛留在这里 防守是我的主要任务,除非清晰 走到B,开始控制 补充进去,我都要跟上,尝试输出最大的伤害 差不多了,GG 第四场 去A那裏数一下槽 没有人,走去B Nita是没机会打赢我的 我们可以放他走,因为他没有红 在这里我想重复一下,为什么Riko不是很擅长打中佬呢 当BB找到中间那棵树做掩护的时候 以为Riko也差不多死,因为BB走得太快 而且Bang他两下就死了 Nita发现自己没有红根本就没有用 所以现在我们放手 这个Riko好惨 我们要回下来,因为没有血 不决定冲进去,我们都要跟着 差不多了,GG 总结一下,连扎A,B,C,D四个位置的探射 第二,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对哪条线 什么时候进攻,什么时候防守 第三,不要放Coach Spike和Nita走 第四,如果你已经走到好前了 就不要回回防守了 第五,换血优素的话就换 这一集差不多了 下一集是怎么用Riko踢球 多谢大家收看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请大家sub下,like,或者留言 还有麻烦大家share出去 感激不准 麻烦了,多谢了 下次见,拜拜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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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